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重阳道长 今天来和大家来聊一下世界十大猛犬排行榜 第十名,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又称作德国狼犬 它是狗的一个品种 德国牧羊犬非常聪明 在所有犬类的智商排名中排行第三 它们身手非常敏捷 而且适合动作式的工作环境 它们经常被部署各种任务 例如警察、护卫、搜索以及拯救和军事 它们也可作为导盲犬 平均寿命9到13年 原产地德国体重 雄性是30到40千克 雌性是22到32千克 身高呢,雄性一般是60到65厘米 雌性一般是55到60厘米 德国牧羊犬是一种身受人们喜欢的狗 无畏、聪明、活泼 它们是世界上军队作为军犬当中使用最多的狗 它们非常忠诚 第九名 西班牙斗牛梗 西班牙斗牛梗起源于19世纪 属于凹犬的类型 外形可怕 而且令人生味 有厚实的肌肉 以及强而有力的三下额 皮毛短耳毛亮 一般是黄色 有浅色或者深色的斑块 身高是58到61厘米 体重是55到68公斤 个性是独立、凶猛 第八名 纽波利顿 纽波利顿是一种表情严肃 强壮有力 外观漂亮的猛犬 在早期的这种犬当中 天生他就喜欢寻衅知识 也就是生性好斗 它们的身高呢 雄性是65到75厘米 磁性是60到68厘米 体重雄性在60公斤以上 磁性在50公斤以上 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高大的狗 第七名 意大利护卫犬卡斯罗 意大利护卫犬卡斯罗 起源于西班牙 它是一名大名鼎鼎的胸犬 体型中等 平衡能力强 外表强悍 有黑色的斑块 是护卫犬当中的佼佼子 卡斯罗的护主意识非常强 第六名 罗维纳犬 罗维纳犬呢 是世界上最为凶猛的狗之一 也是最为出色的护卫犬 最为出色的警犬之一 它是原产于德国的一个大型狗品种 作为放牧犬 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 都投入服务 作为战争时间的警卫犬 目前呢 它们经常用作警卫犬或者军犬 罗维纳犬呢 算是一个古老的品种 大名鼎鼎的杜冰犬在当初培育的过程当中 也引入了罗维纳的血统 它警觉性高 攻击性强 忠于主人 五 高加索犬 高加索犬在原产地为俄罗斯高加索地区 血缘呢 来自中亚的翱犬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狗之一 于苏联时期已经被视为国宝 成犬身高约在64到72厘米之间 体重约45到70公斤 毛发又多又长 外层粗糙 内层细软 体格强健 忠于主人 拥有强烈的护卫的本能 以及非常强大的杀伤力 据说呢 与赞翱有血缘关系 平均寿命是10到11年 第四 阿根廷杜高犬 又叫做阿根廷翱 它是一种对炎热天气适应极好 但是对寒冷天气没法适应的犬 杜高犬呢 是香港四大竞犬之一 也就是不准养的杀伤力极大的犬 香港四大竞犬呢 是杜高犬 比特犬 土佐犬 以及巴西菲勒犬 阿根廷杜高犬的磁性 与雄性的体型差别不大 一般野外种 成年体高 可达62到70厘米 重达25到47公斤 而驯化种呢 则有60到67厘米 重23到37公斤 为打性 三 土佐斗犬 土佐斗犬是进入明治时代后 在斗犬相当盛行的 四国土佐藩 由当地的地犬 四国犬 与前田犬 五鹰国鳄 以及大单狗等犬种互相交配出来的犬种 常常只用土佐犬来称呼 毛色是红色混入金色的茶色 黑色呢 较为标准 该犬种从小的30公斤到大的超过100公斤的都有 而斗犬的爱好团体有着不同的判断基准 将60公斤以上的狗成为大型犬 寿命在10到12年左右 用途呢 是斗犬 货物搬运犬 护卫犬 以及宠物 在英国 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土佐犬 被称之为危险的犬种 被指定为宠物饲养的限制对象 虽然有着饲养可能 但是呢 必须要负责起安装口轮等装备的重大管理义务 第二名是纯种的西藏鸥犬 被誉为中国最强的盟犬 有看法认为呢 藏鸥的祖先 他的血缘来自中亚的鸥犬 与高加索犬 有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 他是世界级的珍稀犬种之一 喜爱藏鸥的人呢 称之为东方神犬 内地雄性藏鸥身高约75到85厘米 磁性约65到80厘米 健康体重约40到55公斤 高原雄性的藏鸥身高约60到80厘米 磁性为55到75厘米 体重约为30到50公斤 纯种的藏鸥呢 十分强壮 全身肌肉饱满 肚子为水平提起 而非松弛下垂 对于藏鸥的血统的定义呢 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国际上 也就是AKC和FCI对于全种的分类标准当中 也并没有对中国藏鸥的身份有过明确的说明 这也意味着中国藏鸥并不能被国际权业所承认 其实呢 中国的藏鸥根本不存在 纯种或者说杂种 因为对这一全种的物种的稳定性 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 也有人说中国最凶猛的狗应该是鬼鸥 鬼鸥呢 具有藏鸥大部分血统 经过环境和天性的改变 十分的凶残 其面向恐怖诡异 故取名叫做鬼鸥 鬼鸥就是藏鸥的一个变种 实力对藏鸥来说只高不低 并且智商比藏鸥更低 有时候主人都不认识 与一些大型的犬或者一些斗犬 比如高加索犬和比特犬比起来呢 鬼鸥的实力根本不行 第一名比特犬 也叫美国斗牛梗 比特犬是一种中型犬 身材健壮 短毛是比特的一种 祖先来自英格兰与阿尔兰 它具备熬犬的血统 体重14到35公斤 身高43到56厘米之间 皮毛顺滑 颜色是各种颜色都有 除了杂色之外 美国生育数5到10只 寿命为12到14年 它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斗犬 我试试看 也许可 所以我来试看